有一個大量個案的病毒 總數是27765宗 包括11956宗核酸 以及15809宗快速抗原檢測 累計到目前為止 第五波疫情共有748919宗的個案 我們每一晚至少有十棟大廈需要納入遺風強檢 而透過這些遺風強檢行動 我們會發現很多個案 證明遺風強檢是一個有效的措施 去找出這些在社區的隱形或之前未檢測的個案 以使政府盡快安排患者入住社區隔離設施 以避免進一步在社區出現傳播 最新一個星期 由3月10日開始 檢測的人數大概是28,000左右 我們找到有3,400個個案 陽性百分比大概是12% 這個隔離護理觀測系統的目的 就是支援一些在社區確診的病人 今天6時便會啟用 確診的病人就會收到附有連結的一些SMS的短訊 可以透過連結在網上登記 輸入一些個人的資料 檢測的資料和健康狀況等等 確診的病人可以向系統申報自己身體不息 包括他會不會有警告的症狀 例如他吃了退消藥 仍然維持高消兩天 低溫 即低於35度 抽筋 空暴或者腹部不息等較嚴重的情況 申報了之後 系統會提示給病人 這些症狀都是一些警告的症狀 他就應該要去急症室 又或者聯絡在社區隔離設施的職員 如果病人開始申報了高風險因素 而他又有輕微的症狀的話 系統就會提示病人 去預約一些指定診所去看醫生 而護信寧的同事 亦會跟進一些高風險人士的情況 接著40分期 症狀 2 1 9 11